这美女也是真奇怪 大白天进来到超市点宵夜 还专门说要吃猪肉 包点猪肉 什么 包过夜 包点 看着美女扔来的两卷大钞 老板愚钝的眼神瞬间清澈 说着就递来一张纸条 让她到另一个地方领饭去 而顺着提供的地址 女人很快来到一处破屋 并看到了这个发泛的长毛 原来什么犯不犯的都是伪装 真正的目的是这一小袋的白色面粉 别看她数量不多 但每刻都是害人不浅的人血馒头 只可惜长毛还不知道 眼前女人是个警察 而她竟然还想对警察下手 我想先奄奄货 我想先奄奄你 长毛脑子还不算笨 看着对方的伸手 她被吓得是把腿就跑 不过一切都徒劳了 只见美女手拿二踢脚 直接叫来了等候的队友 长毛也很快便被就地正法 虽然人是抓住了 但队长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众人原本只想不动声色抓个影子 从而挖出背后的更大势力 可现在看来 恐怕已经是打草惊蛇了 而队长担心的不无道理 因为他们面对的 将是整个三平市最大最隐蔽的毒枭 你光从他每次抽完烟后 用烟头磨灭指纹的习惯就能看出 此人有多么的谨慎 事实也的确如此 自从他不叫高企强后 就化名成了黄宗伟 并靠着自己的化学知识 成功研发了一批 极其罕见的高纯度毒品 别说是在市里了 就是整个世界都是相当的抢手 不过 聪明人就聪明在他会审视夺势 老黄并不想死得太早 所以他只将少量的毒品 借用黑老大的手段销售出去 以此排除自己的嫌疑 刚开始确实很顺利 然而时间一长 难免有些不老实的人走漏风生 还是被警方给盯上了 此时老黄不得不提醒下黑老大 我今天见到两个客户 他们跟我说了个事情 说公安局在咱们这里 找到了一种新型的冰毒 说制造冰毒的化学中间体 就是我生产的洋葱镜 阿长 你知道我听完以后什么感觉吗 老大也不傻 这要是真被警方发现 恐怕也不是坐牢这么简单了 没到一天功夫 他立马就找上了联络人 随后一枪打死 等清理完联络人后 老大把事情汇报给了老黄 虽然处理的还算利落 可老黄总有种不好的感觉 他让对方躲几个月 等一切风平浪静后再说 只是这场才开始的猫鼠游戏 真的会如他所愿吗 这场才能处理完联络人 这场才能处理完联络人